同时可以看到白宫4月3号证实 美国国安事务苏利文 因为骨折的关系 乐国骨折推迟了本周对沙特访问 那么强调 沙利文是个人的意外事故受伤 并不是他人的恶意攻击 在苏利文3月20号密访基辅之后 就从公共视野消失了 网络一度传出 他疑似在基辅下大饭店 遭到二方的飞弹袭击 二方的传媒表示 并没有在当次的飞弹袭击受伤 而离开了乌克兰到努马利亚 甚至指挥乌克兰跟英国报复 惹怒了二方遭到军方叫训 所以造成了骨折 请教大浅哥 美国在这个时刻 奶壶不开提奶壶 又再次的拿出北约 来当做一个这个红萝卜 要乌克兰继续牺牲奉献 这其实真的是一个 很不道德的操作模式 就原本如果没有北约这一档之事 俄乌战争也不至于爆发 那么梅克尔当时在担任德国总理的期间 想尽各种办法去避免乌克兰加入北约 就是希望稳定住俄罗斯 让俄罗斯不至于被逼到这个 逼虎跳墙 然后来这个放手一战 那俄乌战争到现在 大家都希望这场战争 可以不要无穷无尽地打下去 希望能够尽快地停战 希望能够寻找一个大家都能够妥协的时机跟方式 在这个时刻你美国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告诉大家说 乌克兰最终会去加入北约 那你不就是摆明就不希望这场战争打完吗 你就是希望这场战争继续天长地久的打下去就对了 所以如果今天这个布林肯去做这样的宣誓 第一这样的宣誓究竟有没有实质的意义我不知道 但是第二布林肯这样的宣誓 极有可能让这个俄罗斯没有办法下得了台 就是说俄乌战争要能够有停战 几乎就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就你的停战的前提至少 这个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 那么也许大家还可以谈一谈 那么如果你现在说你迟早会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那你就是逼着这个俄罗斯要下死手下重手了 那当然美国做这样的事情也不无道理了 就是因为俄乌战争最大的 全世界最大的获利者就是美国 就俄乌战争大概除了美国以外 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 这个赚的盆满钵满的人了 那么美国借着俄乌战争牺牲了一个乌克兰 毁掉了俄罗斯 然后拖垮了欧洲 然后对美国来说 他自己的军火商能源商 赚的这个口袋赚的满满的 这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事情 只是我觉得这种不道德的这种操作 你美国耍了全世界两年也该够了吧 就你现在如果还要这样无穷无尽的耍下去 那么美国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布林肯做这样的宣誓 对俄乌战争的停战是没有帮助的 那反而是有火上浇油的效果 那你说苏利文到底是怎么受伤的 其实大家都不在意了 就说如果今天俄乌战争还要再打个两年 谁管苏利文怎么受伤呢 他是被俄军教训也好 他是被飞弹打到也好 谁甩苏利文是谁了 就说事实上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在于说 美国在俄乌战争里头 他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角色跟立场 那么更重要一点是欧洲的国家 如果你看到布林肯做这样的宣誓 你还要再跟着美国走吗 难道欧洲在俄乌战争里头受的苦 这个受的罪还不够吗 德国从原本一个辉煌的繁荣的国家 到现在进入一个经济衰退的状况 德国的能源价格飙涨 造成德国的这个产业全部外移 这就是跟着美国老大哥走的下场 所以欧洲还要继续走下去吗 如果照布林肯这样的宣誓 显然俄乌战争还没有终止的一天 那欧洲难道不应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吗 所以如果今天欧洲还要去当美国的小弟 那当然全世界恐怕会继续乱下去 那么我们现在唯一只能够期待 很悲观的期待说 欧洲的腰杆停起来 欧洲走自己的路 不要跟美国的这个路线走 那么也许俄乌战争还能够有停战的可能 还能够有停战的可能吗 亮哥 我认为布林肯就是在帮拜登说话 因为拜登不希望今年结束 因为今年结束乌克兰战争 你等于是劝乌克兰投降 不然你还有什么选择 你目前俄罗斯这么强势 四个帮都已经参与总统大选 而且普丁又这么高的票连任 所以就是劝他投降 那这样拜登怎么选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 你才能够理解 布林肯为什么讲这个话 事实上讲北约就是在刺激俄罗斯 俄罗斯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 对然后你就直接挑明了 就杠 直接杠杠 杠最敏感的议题 所以美国现在应该是在找钱 就是因为欧洲目前有一种 也是自私的逻辑 就是如果不让乌克兰帮我死 就轮到我死 那所以你还是先请这样 你还是先请还继续打吧 而且乌克兰上个礼拜 刚刚通过一个法律 他把那个征兵的年龄 从27岁降到25岁 而且过了哦 所以接下来又有 泽伦斯基说的啦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 说他还可以动员50万人 这个我根本就认为是天方夜谈 因为年轻人搞不好 很多根本就跑光了 所以那些人根本就不在国内 可是俄罗斯却是实实在在的 最近又投入15万人 所以才会传出 刚刚那个地方又开打了 那个地方实际上是个高地 俄罗斯要冲上去打那个高地 那个就是那个 加索夫亚尔 那个要死人啊 因为你往上打一定会死蛮多人的 俄罗斯还是要打 所以我讲白了啦 就是普丁现在是蛮强势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不允许乌克兰谈判 因为拜登11月要选举 然后欧洲人又下得要死 因为你也不知道俄罗斯要打到哪里 因为现在的麻烦就在于 如果俄罗斯只是打德烈伯和以东 那那个就是你们自己的事啊 因为那个距离乌克兰还蛮远的 可是如果俄罗斯是要打奥德萨 那就距离蛮近的 因为奥德萨过来就是摩尔多瓦 再过来就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上去就是匈牙利 那如果俄罗斯要打波罗的海周边呢 因为那几个国家对他也非常不友善 而且可能性很大 对问题在这儿嘛 因为白俄罗斯也是 坦白讲也是性冲冲的啦 这个坦白讲也扯到乌克兰 他的国家的行程的不见权 因为德烈伯和以西都是天主教 那这个然后德烈伯和以东都是东正教 然后乌克兰的领土 有一些是从波兰拿过来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啊 那当然所以这个战争就变得有点复杂了 就是有一些国家搞不好希望继续打 比如说波兰 那他搞不好可以从中拿到一点好处 那可是主要还是乌克兰打 不是欧洲打 所以我觉得美国很可能会提出替代案 因为共和党那个预算没过 共和党那个预算是要给乌克兰600亿嘛 共和党挡住了嘛 我认为美国很可能会改提北约案 就说我们北约来资助乌克兰啊 那大家分摊这个钱 那搞不好美国只需要出200亿 那其他欧洲大家 均分 摊一下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很高啊 至少撑过今年 一定要撑过今年 一定要撑过今年 因为今年只要停下来 大家觉得乌克兰是在投降 那拜登大概就不用选了 那乌克兰还是要继续撑着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是美国决定啊 不是乌克兰决定啊 美国没有同意 乌克兰是不可能自己去谈的啦 不可能啦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元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眼德国专利招元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a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更多的额外优费折扣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